白衣黑褲男子紧张冲进派出所请求远警帮忙 一名远警先跟出去 其他两名跟在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再看一次派出所外面的监视器拍下 男子火速冲进警局请求协助 而白车就停在外面 孩子的妈从后座抱小孩下来 轻轻拍着小孩 因为没有想到孩子刚刚在喝奶时 竟然突然昏厥过去 妈妈抱着孩子坐在警车的后座 爸爸开车紧跟 远警帮忙开到直达医院 原本五分钟的路程 变成两分钟就抵达 还好孩子醒过来了 并无大碍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帮忙你们了 谢谢 谢谢 事情发生在高雄 一对灵性夫妻18号来市区完 中午在车上 妈妈抱着两岁的女儿在喝奶 结果突然发现孩子眼神不对 昏厥过去 经过派出所赶紧请求帮忙 还好远警帮忙开到 到医院时女童已经醒过来 发现是因为热静软 他们会失去意识 没有反应 他们身体可能会抽搐 眼睛可能会向上翻 甚至嘴巴会吐白沫 这个时间基本上 大概都一到两分钟 不要把任何东西 放在他的嘴巴里 因为这可能会堵住 他的嘴巴而影响呼吸 医师提醒 如果孩子抽搐的时间 超过五分钟 或是有呼吸困难 意识不清醒 都需要赶快就医 只是喝奶时突然昏厥 还好紧车帮忙开到 到医院 两岁的女儿最后平安没事 实在好家在 今期五杨树 杉杉杉杉在帮我等 都需要赶快就要 谢谢大家